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听 这条友我是新西兰的以德投影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我们一会见面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要说说其他东西了 香港的事 但是跟郑文杰他领导的港桥协会下面可能的会员都有关 现在你去BNO 就是友仔的群组就会看到一件事 他就不断分享一宗新闻 就是说葵聪的半身盘见第一滴血 哎呀,这么惨? 那个半身单动流就叫做风雨 他现在的涉养交易就是顶层的特色户 账面就虚了八十万 他就说哦,那些黄油 港桥就离开了香港 就是冲出来港 香港楼价就会暴跌九成 不是啊 就是因为香港人走了 所以走了去英国 香港的楼价就会暴跌九成 现在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走就乱说了 你走了可以不卖的 一定要卖 卖了也不一定要洩让 很趕着走的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说 他现在就是这样说 为什么呢? 他就说现在有一个洩让的成交 这个就是一个讯号 就是香港楼市暴跌的讯号 他们是这样说的 即是他们那些黄油群 现在打飞枝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这样说的 哦,那些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吧 Anyway Light Ricky刚才说的这个好笑 说我们起错了 叫洗脚华就没事了 哈哈哈哈 洗脚就没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吧 说回这件好笑的事情 即是 葵冲这个半身盘 其实我有看过 即是我那时候也很想买的 但是当然太贵了 我没有钱了 那么 那个顶层的特色户 其实是连天台 买的时候 是连天台的 买的时候 赤价就22000 差不多23000 其实 那其实他账面虚了80万 但是你要打税 那些其他东西 其实虚了过百万 那为什么虚过百万都要买呢 那就是这么说 这个盘呢 他比同区的楼贵得太多 这个 这个是现实问题 即是你葵冲 你怎么值2万多银一尺 即是这个尺价 十尺的尺价 即是还有一样东西 你那个特色单位 实用面积就只有322尺 很小的 是啊 他只有322尺 那他还有232尺 天台 那你天台现在没用的 即是你以前可以 博大帽整间天台屋 即是你以前可以博大帽整间天台屋 现在没可能 这个可不可以做整个太阳能板 弄太阳能板 弄太阳能板是可以 但是有什么用 没用 你不可以封起它 你不可以起窗 弄太阳能板 就是 你不可以封起它 你现在只可以三边 就算玻璃屋都是 天台起玻璃屋 村屋都是 即是没意思 你不可以封起它 即是你不是一个 真的可以全天后用得的地方 那好吧 其实2018年那一手业主买的时候 其实就727万 其实那时候很贵 买贵了 因为我看回 即是我那时候去看楼的资料 其实这栋车的管理费很贵 每尺好像要差不多5元 即是单栋楼来说 我觉得太贵了 还有那个会所 其实当然 一单栋楼 你说有什么会所 你自己想想 是吗 有几个健身单车给你踩 一般都是这样 而且很少人进去 铺塵的那种 即是这么说 你说值不值得 那么多管理费呢 其实我那时候都拗头 Toracef就是天台用来晒衣 深水埗刀棍就买农床 就注定输 其实三百多尺 严格来说 就不算农床盘 他输也是有原因 因为他比周边的楼价贵得太多 因为我那时候看过葵冲其他楼 旁边那些楼是一万多元一尺 十尺价 一万多元 那 Cam Seng Lo 说 社长葵冲的单位 就全天台漏水 哦 这样啊 这些可以收报的 如果真的漏 都可以弄的 可以弄的 这些不是问题 但是你新楼都漏水 就有些 说不过去 这个说不过去 但是他 这么说 这些特色单位 其实不是个个喜欢的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样 不是个个都肯给日价 因为赤价是贵很多的 不是个个都肯给这些钱 那个现实就是 Jackman就说得对了 开始太高价扣入了 这个是 没错 是啊 Karen Chan一早警告了 单栋纳米楼会虚的 是些人不信 还要放下去 其实你如果 买来自住 你想着以后都不搬走 这个都不算纳米 三百多尺 其实 有些纳米是百多尺 是的 如果你退休 就不是大问题 你住三百多尺 很多人退休 你两个人住 就够了 你两个人住三百多尺 都够了 如果以退休来说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是十尺 十尺有三百二十二尺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 你说要个天台 其实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是没有效用 当然有网友说 全是流水 Camp St.Lo就说 我不能够 说他有没有流水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流水 要弄也不是很贵的 如果流水 你做好防水 那些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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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但是你之后 都是会要做的 不断的 为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人 就以为有天台很正 但是有天台 其实渗水 是很正常的事 根本上是 十间有九间屋 都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是 很多都要做过的 如果你买顶楼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这些没得说 那现实就是 这个问题 就是这些特色单位 根本上 你买得太贵的时候 你找个第二个人 跟你看中的特色 就难很多 就是 你不能太独特 就是这样说 你说 我记得汪奴说 天台拿来 曹鱼白菜仔 哈哈哈哈 是啊 可以我 自我增值 哈哈哈哈 有龙作物 天台可以生产 Jackman就说 防楼做得不好 Camp St. Low 台阳维修 天台流水很多千 不是很贵 不是很贵的 有得便宜便宜 便宜贵便宜贵 不会贵到影响楼价 这一件事 是 除非真的 你很恶劣很恶劣 你看 你新楼你恶劣极都有限 Mandy Lung 就说我小时候 加着深水堡 没有升降机 旧楼连天台 一点流水都没有 如果那些去水那些位 没有塞便不会漏 很多时候 通常流水就是 除了防水有问题之外 就是去水位塞了 就会有问题的了 佐特就说 新楼很多泥 200呎 旧姜建两个露台 不允许摆盘栽 不允许晒衣 晒衣那些是很正常的 因为露台是不准晒衣的 现在是 现在大部分的工契都会这样写的 一些新的楼 就是晒衣不可以在露台 是 人家看得到就不准的 其实是这样的 深水堡刀棍就说 特色单位的特色就是特别贵 那也是 那也对 是啊 是 卡申拉就说 不是天台流水 是户口隔水 户口流水 不知道 户口流水 我想是 那 周周里就说 有天台的楼很热的 我在韩国住过 是啊 因为你晒正 但你有方法 现在可以安装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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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就 密尽其用 所有空间都可以用 真的用得尽 是啊 那 Karen Chan就说 我住过顶楼了 流水流足十几年 提到最后两年才弄好 不知道多久 很多都会有你的经验 你不是个别例子 Karen Chan 哈哈哈哈哈哈 住顶楼就是会漏水的 一定有的 你住独立屋也是会漏水的 就是这样 现实就是很容易漏的 现在的东西是 我现在住的这间屋也有 还要自己爬上去弄 空威斯说 今天动房转性 今天动房没有转性? 没有啊 他也是转转个位置 找个位置 这样也能进入政府 我们看到也觉得很厉害 他们真是车手 什么都有位置进的 很厉害 很厉害 比在香港开的士 很厉害 总之有位置就放进去 有位置就先插一下特区政府 那Like Chan说 所谓的贵楼曬衣服 早已不允许 但是很多人照曬 他其实可以叫管理处去抹擦你的 管理处 我有个朋友在香港 就是试过给管理处抹擦 哦 他 哈哈哈哈 不要曬衣服啊 哈哈 其实不只是香港是这样的 在外国也是这样的 外国的房间是不允许你曬衣服出去露台的 因为他说你有干衣机 为什么不用干衣机啊 啊 为什么要曬出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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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黄黄黄黄的 如果你说天台曬衣服 其实有没有人看到 其实没有人看到的 除了旁边那栋楼 即是高过你那栋楼 高过你那栋楼 就看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般是看不到的 所以如果你说 顶楼 连天堂 可以曬衣服 是 其实他写了不行 其实实际上都可以的 除非他用航拍机来捉你 没有人理你了 老实说 是啊 航拍机来捉你 这个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Father Wong 十几年就要换一次屋顶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每个屋都会 每个屋都会 都是这样的 Man Candy 太古城都不准曬衣服 太古城不准曬衣服 但是有些人是照曬衣服 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但是管理署看到 其实是会有双叉的 Durian Li 就说 等下雨天才看 才知道这间屋 有没有滲流问题 如果久了那些 就会有水积 游有也不是遮得到的 Eddie Law就说 新楼滲水 流水不出奇 很多新楼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新楼有维修保养 可以叫发展商维修 但是要时间 顶层单位有水泳池 就更加不好买 维修过了保养期之后 泳池维修保养 滲水落楼下 全部都是自己负责 是啊 现在很流行 那些单栋楼是这样的 在外国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在澳洲 我自己看楼的经验 它在 比如说30层 它在15层那里 整个平台花园 加一个泳池 你买14楼 上面就有一个泳池在 有一个泳池压顶的单位 其实从来都是很高风险的 从来都是很高风险的 因为它当然是告诉你 没有问题 那个发展商一定跟你说 这些是没有的了 计过数据 只要有维修保养做足 水就不会滲在你那里了 但是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尽量都不要买一些 就是一栋楼里面 有个大水池的那些 其实是有危险性的 好 这个是有危险性的 从来都是有危险性的 因为它滲下来之后 它是有些压力的 它那个水池 你滲的时候 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问题应该会很大 所以是很难搞的 Elsa六就说 我住的大厦 连窗帘颜色都要管子 用白色 窗上不准贴反光子 我有一个单位 都是一栋楼里 是不准用有颜色的窗帘的 是的 是有这些的 不过我没有理他 我的窗帘也是有颜色的 哈哈哈哈 它没有人来 因为底部的颜色是白色就算了 佐特就说 泳池压顶 立刻想起唐英年 当然了 这个就是正 他就会做 睡在那里看 我也觉得爽 空卫斯 终于都醒了 空卫斯 可能接客没有听 中央的洞房很可乎 吃火鍋最基本的常识 都要政府教 香港全是婴儿妈 是的 香港现在是港婴 是港婴时代 港婴如业 哈哈哈哈 这个是港婴时代 这个是 这个 当然 B&O Girl 就是那些人 他很想香港死 你看到那些群组 就是 哇 香港楼市暴跌了 哪有暴跌了 一层这样的楼 买家买的时候 就买贵了 自然就会调整 这个市场规律 而已 是不是 而且 一单而已 一单个别例子 就说到 全香港都是这样 哇 以后很多楼 大便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些人 老实说 现在 两房的 三房的 单位 都是 香港 我们看得到的 都在涨水 绝大部分地区 不是全部地区 两三房 两三房 两三房是很稳 有些旧的屋苑就有跌 有些旧的屋苑就有跌 是 但是 两三房的单位 其实是很稳 事实上 根本就不是他们说 会跌九成 你瘋了 如果香港跌九成的话 绿沉也知道 你们这班 香港跌九成 你走不走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 BNO祖国的楼房子会升九成 如果是香港跌九成的话 现在他们说到 英国会好跌 香港会好不跌 其实实际上 他们很多时候说的 只是为了 自己 心里面的存在感 而且他们要不断肯定 自己去英国的决定是对的 所以他们会不断 不断说香港 而且看到 香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他就会无限放大 对 无限放大 没错了 很可怜 我看到有些人 一件这么少的事 说到 哇 香港就像倒下 所以 觉得自己去英国的决定是没错 这种 根本就是 怎么说 是安慰自己的 是啊 是啊 他们安慰自己的 很无意义的 他就要说别人安慰自己 这些是很可忽的 Likey Chan就说 两房三房很抢手 有真正住屋的需要 Caren Chan就说 香港两房站得硬过三房 其实两三房都是站得硬的 Caren Chan就说 两房站得硬过三房 某些区是 但是你要想想 这些升区 其实三房单位 都是很抢手的 其实有很多东西 香港是不同的区 有不同的情况 Easy Go就说 近日香港住的楼 售价有些地方还升 是啊 当然 现在当然有些人 说 阿里巴巴要 买楼 填铬 有些图片传了出来 但是 实际上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告诉你 是不多 我只能够这么说 现在Caren St.Lo都说 阿里巴巴美国升一成 这些 就是他 这么说 阿里巴巴我自己 一直都不喜欢这间公司 我也要告诉你 我自己觉得 他们 有很多事情 马云做事是不公道的 尤其是对股东来说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公道的人 就是马云 什么同股不同权那些 马云不是一个公道的人 所以 你说你买来炒一下就行 你不要跟他长渣 他很鼓励那种 996工作制 是不是996 是996 是的 很鼓励这个人 这次 你做到人死了 要别人 拿别人的命 那些人是不公道的 这个我们告诉你 他升跌我都不会理他 因为 虽然我有些基金有他 但是我不会自己买他的实股 因为这个人是不好的 是的 Like Kitchen 就是 C楼两房有时比居屋更好间隔 这个也是 其实C楼的间隔 很多都很好的 除了一些鑽石厅之外 鑽石厅也不是不好的 鑽石厅的景观是漂亮的 减除哥也很厉害的 这个东西 黄埔鑽石厅很出名 是那些地方不见用的 但是 那个景观是会好些的 不过当然 现在当然没有景观 他最初跟你说 当然有景观 现在当然没有 好了 Carsen Now 哪有可能跌九成 经常说那些房子会跌的人 根本 几钱都不会买 就等他跌 怕买了跌 结果一世租屋 有些人是这样的 很鬼按摩 其实 房子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说 你有住的需要 你就要买的 有些人就是 这个又要说 另外一宗 这宗蚀样 我给他们说 是楼市暴跌讯号 节目时间到这里 好吗 就这样 拜拜